總統府的陳情信箱26號收到了恐嚇信 表明在總統府裝了電磁炸彈 下午3點會爆炸 審視局介入調查 郵件信箱來自一名林姓版主 是必須保護我的家人 所以我接下來我的粉絲團會停根 農業粉樁的林姓版主 幾天前痛哭失聲表示自己被恐嚇了 得關閉粉磚 結果26號有人冒用他信箱寄出郵件 恐嚇總統府 沒有想到嫌犯都還沒有抓到 從林姓版主收到的恐嚇信件中 對方是秀出了武器 威脅傷害林姓版主的家人孩子 追查之後發現恐嚇信 竟然來自高雄市的觀光局長 局長言證澄清遭到冒用 我也在他發布的文章當中 發現有不明人士冒用我的名義 來發布這些威脅恐嚇的信件 那因為非本人所為 所以我也在深夜完成報警的動作 此類案件的犯罪手法 他就是寄信之後 在填書資料上面 就是冒用他人的這個電子郵件 與陸籍的這個來臺灣求學的 張信學生是手法是相似的 我們不排除是張信學生所為 先前澎湖縣政府收到了恐嚇信 嫌犯署名賴清德 聲稱在巴士上裝了四顆炸彈 當時警方全面清查證實是惡作劇 年初也有男子冒用鄭蘭公董事長的名義 要求台中市長盧秀燕還有台北的柯文哲 要捐一億給媽祖 類似的恐嚇案件層出不窮 莫名頂替的被害人已經報警處理 全案郊遊檢警正辦中 三零新聞綜合